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案一发朝野震惊 万利皇帝下令彻查此案 随着案情的一步步推进 有人开始把怀疑的目光 投向了皇帝身边最亲近的红人 于是一个个神秘的一范 渐渐浮出水面 那么在这个宫廷大案的背后 究竟暗藏着怎样的隐秘 谁会是这个惊天大案的幕后指使呢 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 带您步入大明王朝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为您精彩讲述戏的节目 大明一案下部指 挺机大案之谜 大明王朝的万里四十三年 即公元一六一五年 这一年的五月初四 这天的傍晚 有一个壮汉 手提一根枣木棍 来到这个紫金宫的慈庆宫门前 二话不说就往里闯 守门太监上前阻拦 这壮汉挥舞手中的枣木棍 是披头盖脸就是一段打 太监当场被打倒在地 这个壮汉提着木棍就往宫里闯 直奔太子下榻之村来 这个时候啊 守卫太子的这些太监们 闻讯赶来将这个壮汉团团围住 毕竟刮不敌众啊 这个壮汉被擒获 经过审问 他公认是有人指使他 闯宫刺杀太子 有着审案人员吓一跳 立刻把案情向皇上汇报 皇上一听大怒 严格追查 案件背后的指使者 那么人们就会问了 这个壮汉背后的指使者 究竟是谁呢 怎么会有人指使这个人 要刺杀太子呢 要说清楚这个案情 咱们就得先从争夺太子位置的宫廷内部斗争说起来 按理说大明王朝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治 皇后生的嫡长子就是太子 有什么可争的 可是万历皇帝的皇后王室 自万历六年被错封为皇后之后 一直不生育 直到万历九年才生下皇长女 这下皇太后召集了 立刻给内阁下一职 命博选淑女以备示娱 意思是 到民间广为筛选 德行好的淑女们 以伺候皇上 当时内阁首府是张居正 张居正心领神会 立刻下令 派人出去在民间广为临选淑女 可是这临选淑女得有个过程 即便张居正办事雷历风行 这件事情也直到万历十年的三月 才最后完成 那么就在张居正派人在民间临选淑女 这事还没有最后完成之前 有一天皇帝朱义军呢 来到她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寝宫 慈宁宫来看望母亲 可是母亲不在宫里 这朱义军呢 就叫宫女端盆水 我要洗手 这个时候 一个姓王的宫女端一盆洗手水 侧和皇帝洗手 可这万历皇帝啊 突然一时兴起 竟然就在母亲的寝宫中 临姓了这位宫女王氏 完事之后又赐给她一副首饰 不久 这宫女发现自己怀孕了 太后发现自己身边宫女怀孕了 大吃一惊啊 严格审问 结果 这宫女交代 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别人的 正是她自己的亲生儿子 当今皇帝朱义军的 在一次酒席宴上 皇太后就问皇帝朱义军 可要此事 朱义军失口否认 太后命令太监 去 把那起居住给我拿来 这那起居住啊 就是每天跟在皇帝屁股后面的太监 把皇帝一天干的事啊 统统记载下来 其中就包括 那皇帝今天呢 临行了哪个后妃宫女 以及她的名字 时间 地点 和临行完之后 按规矩赏赐的礼物 面对确凿证据 皇帝朱义军 只好承认了 其实当时的 慈圣太后并没有生气 没有责怪朱义军的意思 当时皇太后就说了 我已经老了 到现在还没个孙子 这宫女王室如果能生个儿子 那可是国家到福气啊 这人们就要问了 你说你朱义军 你那皇后不生儿子 你明知道这宫女王室 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很可能会生出皇子来 你怎么就不承认呢 原来啊 这朱义军这会儿啊 正宠幸着一个姓郑德贫 而这个郑德贫啊 正是张居正在民间临选 淑女最终确定的九位贫之一 前面我们说过 说这个民间筛选淑女啊 直到万历十年三月才完成 也正是在这个淑女筛选完成之前 皇帝朱义军临兴兴了宫女王室 当他临兴完这个宫女王室之后 这九位各个国所天乡的这淑女啊 就亭亭玉立于皇帝的面前 他一眼就看中了其中的一位 就想立他为九贫之首 可是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 坚决反对 只好屈居第二 他就是郑德贫 出身卑微 却成为大明皇帝的贵妃 看似平凡的女子 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传奇 这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下部之 挺机大案之谜 皇帝有了重义的女子 原本应该是宫中的一件大喜之事 然而随着郑德贫的日渐受宠 大明的朝廷们与万里皇帝 竟然开始慢慢叫上劲了 君臣双方围绕一个棘手问题 距离力争 一时间 大明的朝堂之上 弥漫着紧张的空气 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 惹得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这个郑德贫又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 那么皇帝为什么这么喜欢 这位郑德贫呢 这就得说出他的身世了 这位郑德贫呢 有个很美的闺名叫孟静 可是出身却非常的贫寒 他那父亲呢 由于生活贫困 将他取配给一个姓许的孝莲 也就是举人为妾 这个许孝莲呢 比这郑孟静大好几十岁啊 当迎亲的轿子来到郑家的时候 而这郑孟静哭得是梨花带雨啊 这郑孟静的父亲虽然眼含悲泪 还是多次催促郑孟静 赶快上教 在父亲的催促之下 这个郑孟静只好上教 准备嫁给这个许孝莲 我在想 这当爹得得穷到什么份上 才会把自己心爱的女儿 嫁给一个 比自己女儿大几十岁的男人为妾呢 不过这许孝莲道 并非凡夫俗子 当他看到这郑孟静啊 相貌出众 气质非凡 由于这哭泣啊 浑身战斗啊 他就觉得 我没有福分占有他 这怜香惜玉啊 这眼神就流露出怜悯来 那么郑孟静就捕捉到了这个眼神 立刻跪到叩头说 先生请您放过我吧 许孝莲呢 就扶起这个郑孟静说 姑娘 你相貌非凡 气质出众 怎么是我等人家容得下的呢 这样吧 你回去吧 所有的聘礼 我也不要了 这郑孟静不知说什么事好了 脱下一只红袖鞋 就交给了许孝莲说 他日落得富贵 必当重爆 许孝莲退出房间 衍上门 这个郑孟静呢 就换上了平时穿的衣服 离开了许家 来到了街上 不敢回家 怕父亲责备 只好在大街上徘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遇到了从宫中出来 临选淑女的太监 这个太监远远看去 这个姑娘 虽然衣着朴素 但气质非凡 一脸的悲情使得她更具神采 立刻上去 去打听这个姑娘的身世 郑孟静啊 在街上徘徊 没有地方去啊 对这个自称是 宫中来的太监 也没做防备 有一时的把自己的姓名 出身和家庭 告诉了一个太监 当时郑孟静 钢板16岁 正好符合 14岁以上 16岁以下的选拼标准 哎呀 把太监高兴的 大声喊 太好了 太合适了 姑娘 跟我到宫中 参加淑女临选吧 那郑孟静一想 这倒是个最好的退路 于是就跟着这个太监 进了紫禁宫 参加淑女临选 在这个告命夫人 宫中女官和皇太后的 层层筛选之后 郑孟静在千百个淑女中 是脱颖而出啊 和其他八位淑女 排层纵队 在侍从的引领之下 缓缓来到黄继殿 拜见皇帝 这皇帝一眼就看上了 郑德平 想把他立为九平之首 可是皇帝的生母 辞圣皇太后 坚决反对 只好让他屈居第二 即便如此 这郑德平 在万里皇帝的心目中 从此不再改变 真是一见钟情 正是在万里皇帝和郑德平 热恋期间 你说皇帝的生母 要让皇帝承认 王公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当然不请愿 他多希望自己和这个 自己宠爱的郑德平 一块生儿育女 可是没办法 生母的意见必须遵从 在自己母亲的规券之下 皇帝朱一军 封这个王公女为公妃 这是万历十年的六月 两个月之后 王公妃果真生下来一个男婴 他就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朱长乐 可是无论是生皇长女的王皇后 还是生皇长子的王公妃 都得不到皇帝的宠爱 万历皇帝只爱郑德平 不久就封郑德平为德妃 这个郑德妃于万历十一年十一月 给皇帝生下了皇次女 万历十二年的十二月 又给皇帝生下了皇次子 而这皇帝高兴呢 就封郑德妃为郑贵妃 可惜啊 这皇次子不到一岁就夭折了 到了万历十四年的正月初五 郑贵妃又给皇帝生下了皇三子 他就是后来的父王朱长荀 由于皇次子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所以这个皇三子实际上就是皇次子 哎呀皇帝高兴啊 他的贵妃许多贵子 他就举行庆典活动 由于皇帝特别宠爱这个皇三子 大臣们就预感到一种棘手的难题 什么难题呢 究竟立谁为皇太子呢 是皇长子朱长落 还是皇三子朱长荀呢 这就是所谓的国本之争 为了这个问题 大臣们意见不同 分为两派争吵不休 万历十四年的二月初三 这皇三子要满月了 当时哪个守抚身实行 就对皇上委婉地提出了 确立太子的这个建议 当时就被皇帝否定了 皇帝说 皇长子年纪太小 等两三年再说吧 实际上皇帝是想立 郑贵妃生的孩子为太子 而这个郑贵妃 果然不负所望地生了皇三子 由此皇帝朱一军就产生了 要立皇三子为太子的念头 可是他怕大臣们反对 再说了 皇三子才不满月 时间还早 索性采取拖延政策 往后拖再说吧 为了达到立皇三子为太子的目的 这个皇帝朱一军呢 就提出要立郑贵妃为皇贵妃的建议 此意一出 大臣们纷纷上述 坚决反对立郑贵妃为皇贵妃 其实你说皇帝想立谁为皇贵妃 这都是皇帝自个儿的事 你们这帮子大臣招的什么急 操的什么闲心呢 原因就是啊 一旦立郑贵妃为皇贵妃 那么他生到皇三子 就很有可能立为皇太子 这叫费掌立幼 在中国古代很在意这件事情 费掌立幼是动乱的根源 所以大臣们纷纷上书表示反对 可是无论大臣们怎么反对 皇帝要么就是不予理睬 要么就是把上书反对的人 发配到边疆充军 在皇帝的严厉弹压之下 这些阎官们终于闭嘴了 所以皇帝 立牌众议封郑贵妃为皇贵妃 这个郑贵妃被封为皇贵妃之后 大臣们又开始上书了 要求立皇长子为皇太子 这次皇帝依然是 要么不予理睬 要么严加训斥 那么大臣们和皇帝之间这种争议 吵得沸沸扬扬 后宫的慈圣太后就有所耳闻 有一天皇帝来看望圣母 太后就问皇帝朱义军 听说大臣们要求立皇长子为太子 你为什么不同意 皇帝朱义军说 他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 大声呵斥道 母与子贵分什么等级 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这句话皇帝听吓坏了 怎么了 把母亲得罪了 立刻跪倒 俯身不敢起来了 因为皇帝生母 辞生皇太后 李氏也是宫女出身 正是因为生了皇长子朱义军 才被封为贵妃的 所以这万里皇帝就自觉理亏了 如果按照他的说法 宫女生了皇长子不能立为太子 那他就没资格当太子 更不可能当皇帝 所以说 在母亲的严厉训导之下 这皇帝朱义军真的不敢贸然立 郑贵妃生的皇三子为太子 可是他实在是不情愿 立这个宫女生的皇长子为太子 怎么办 就往下拖呗 这一拖啊 就拖到了万历十八年 这皇长子已经九岁了 这一年的正月初一 皇上呢 召见了众位那个大学士 那个首辅绅士行啊 就对皇上说 皇长子已经九岁了 该立他为太子了吧 万历皇帝回答说 朕知道 虽然我没有嫡子 但掌用之需是不可改变的 郑贵妃一直要求我 赶快立皇长子为太子 以免众位大臣说 他要把自己生的皇三子 立为太子 可是皇长子啊 身体太虚弱 等他长得强壮了 能够出宫 再考虑立他为太子 那么皇帝的这番话 我们可以听出啊 这个郑贵妃似乎并没有 要求立他生的儿子 为太子的意思 那么这个绅士行 一听皇帝这么说 就提出要求说 那么就让这个皇长子啊 举行出国典礼 以接受皇储教育吧 皇帝一听这话 马上就否决了 为什么要否决呢 因为出国举行皇储教育 虽然没有立为太子 实际上就已经承认 他就是太子的身份了 皇帝当然知道 身实行的意图啊 所以当他一提出这个要求 立刻就否决了 到了这一年的四月 那个大臣们联合上书 请求皇上 给皇长子举行出国典礼 接受皇储教育 因为皇长子年纪不小了 可是皇帝不理 这所有的那个大学士 联名提出辞职 对皇帝施加压力 皇帝没办法 只好接受了 说好吧 等到明年 皇长子十岁了 出阁做了一太子 让他读书 一块举行 从今以后 这种事情 别再上书烦我 就这样 干什么 好吧 我们不再上书了 静后加音 到了万历二十一年的 正月二十六 这皇帝呀 突然给这个礼部 下了一道御址 他对礼部说 我呀 生了三个儿子 虽然长幼有序啊 可是我没有嫡子啊 那么皇长子和皇三子 已经成人 虽然皇五子还很热小 但我考虑将这三个皇子 一块封王 等到将来有嫡子 立嫡子为皇太子 没有嫡子再选择皇长子为太子 这个预旨传出之后 大臣们都哗然了 大家一直在等待 立皇太子的消息 没想到等来了一个三王禀风 大臣们纷纷上说 表示反对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礼部拟定了一个折衷的方案 说封太子和封王一起举行 皇帝坚决不答应 大臣们也不同意 说皇长子当立 三王并封不可行 哎呦 在大臣们的压力之下 皇帝没办法 只好下次说 谁也不封王了 等到皇后生了嫡子之后再说吧 就这样 把所有的意见都否认了 大臣纷纷上府 早立朱长鲁为太子 然而偏心的万里皇帝 却很不情愿 为了推脱 他想出了这个好点子 当然 如果皇后能够生下儿子 那就是第一次 被立为太子完全符合大明王朝的继承人制度 合情合理 无可厚非 然而在听到皇帝的这个说辞之后 群臣们不乐意了 再次纷纷上书 表示强烈反对 那么这一次 大臣们反对的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因为大臣们心里很清楚 这皇帝和皇后关系疏远 然后皇后生嫡子基本不可能 皇帝为了制止大臣们的议论 就给内阁写了一个手谕 在手谕中 皇帝说 去遂中共唯有小祭 自左东以面正义 意思是去年呢 皇后有了点小病 自去年冬天开始 我们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夫妻生活 哎皇帝 自个儿的这点隐私 都给大臣汇报 当得真窝囊 大臣们知道 这就是皇帝的缓兵之计 就是往后拖 就是不想立皇长子朱长乐为太子 可是这么一拖呀 这皇长子的教育问题 就耽搁了 到了皇长子13岁了 大臣们再次上书要求皇帝 要给皇长子举行出阁典礼 要进行皇储教育 这个时候皇帝又来了 说这样吧 皇长子皇三子一块出阁 接受皇储教育 理由是他们两个一样大 当时的那个首府汪戏决 立刻上书反驳说 皇长子13岁 皇次子9岁 相差四年 怎么可能一样大呢 没办 在大臣们的反对之下 皇帝终于答应 让皇长子朱长乐 举行出阁典礼 接受皇储教育 皇长子朱长乐 虽然没有立为太子 毕竟向太子之位 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到了万历二十五年 这年的三月 礼部给皇帝上书说 要给皇长子朱长乐 举行官婚礼 就是成人礼和婚礼 一块举行 这皇帝又表态了 说等到慈庆宫建成之后 皇长子搬进慈庆宫 那么官婚礼 策离太子一并举行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的二月 皇长子搬进了慈庆宫 皇帝又没动静了 这个时候 那个首辅沈医官的一些话 终于打动了皇帝 沈医官说什么呢 沈医官对皇帝说 陛下 皇长子天资聪慧 已经长大成人 身体强壮 尚且发育成熟了 您是慈父啊 你应该能够体会 皇长子此时的感觉 这一句话 打动了作为父亲的 皇帝朱一军 终于答应 策离皇太子和官礼和婚礼 一并举行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的 十月十五日 皇帝下诏 策离皇长子朱长乐 为皇太子 皇长子朱长乐 终于成为皇太子了 这一年朱长乐 已经十九岁了 自打万历十四年的二月 内阁首府第一次提出 立皇太子的建议起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的 十月十五日 确立朱长乐 为皇太子 整整过去了十五年 第二年 皇太子举行了婚礼 四年之后 皇太子的王才人 给他生了第一个儿子 他就是后来的 天启皇帝朱游教 皇长孙的诞生 举朝欢腾 因为什么呢 这样一来 皇长子的地位 就更加稳定了 皇帝朱游君 在母亲慈圣太后的 规券之下 立太子生母王公妃 为皇贵妃 可是皇太子 和王皇贵妃的命运 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在皇太子搬进慈性宫之后 住在锦阳宫的母亲 母子之间就很少见面 很难见面了 直到母亲病危了 这朱长落呀 才被允许去看望母亲 当他来到母亲的寝宫的时候 发现门庭冷落 宫门紧闭 母亲已经病入膏肓 双目失明了 当母亲听到儿子的声音的时候 抚摸着儿子说道 儿子长大如此 为娘也放心了 太子朱长落听到母亲这番 百家讲谈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下不知 历经艰难 出身不好的朱长落 最终被万历皇帝确立为太子 按理说 打这之后 万历朝确立太子一事 就应该尘埃落定了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意外竟然再次发生 并且还有人在事件中丧命 那么围绕着皇权争夺 又出了什么离奇之事呢 举世震惊的万里停机大案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挂临四十一年的一天 一位叫王日前的锦衣卫百户 给皇帝上书 说 有人在郑贵妃的指使之下 要毒害皇帝和皇太子 然后拥戴这个 郑贵妃生的福王为皇帝 时间定在 慈圣皇太后的七十华旦之前 皇帝一看这个消息 突然大怒 大声喝道 这么大的事情 那个首府叶向高 怎么给我不上报呢 太监一听 这事隐瞒不住了 联邦把几天前 那个首府叶向高 给皇帝的上书 呈给皇上 这叶向高啊 挂临四十年 担任那个首府 工作很勤勉 尤其非常关注太子的问题 当叶向高 接到王日前的告发书的时候 他给皇上写上书说 陛下对王日前的告发 要冷静处理 最好不要 把那个王日前的上书啊 在大臣间散发 不要转给大臣们 越来 否则会引起太后 和皇太子的惊恐 也会使这个郑贵妃和福王 感到不安 皇帝看到这份上书 非常高兴说 我父子兄弟得安逸 意思是说 有了叶向高 我父子兄弟啊 就很安全 等于叶向高啊 就是一个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 这么一个处理方法 第二天 叶向高 就受益三法师 以严刑拷打的方式 把王日前处死在狱中 这样一来 这个真假难辩的案子 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案子 也许是子虚乌有 但毕竟反映出 围绕太子之位的争夺 在宫中还是很激烈的 而且这个皇太子的生命 受到了威胁 可是皇太子身边的保卫工作 却很薄弱 身边没有几个警卫人员 这就为停机案的发生 提供了可能 万里四十三年的五月初四 那天的黄昏时分 一个壮汉提着早梦困 闯入慈庆宫 太子居住的地方 第一道门没人阻拦 第二道门只有两个年老的太监 结果被这位壮汉打倒在地 幸好太子身边的负责警卫的太监 闻讯赶来将这位壮汉团团为之 并把他勤获 经过审讯得知 这位壮汉承认他叫张钗 受人指使闯弓刺杀黄太子 可是审讯人员发现 这个张钗目光呆滞 显然精神有问题 不正常 给皇帝汇报之后 皇帝就命令 太监把这个张钗 移交三法司审讯 三法司经过审讯 就以封殿闯弓为罪名 判处这个张钗死刑 这又是一个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是封边闯弓 那就不用追问 这个壮汉的动机和背后的指使者了 可是朝廷中的大臣 却认为这件事情不那么简单 因为叫王之财的刑部主事 有一天就来到了狱中 远远地观察这个张钗 发现这个人呢 精神很正常 并没有错乱 那会儿监狱正在开饭 他就决定突审这个张钗 把张钗叫来审问的时候 张钗开始不说话 王之财就说 要是不老实交代 不给你饭吃 饿死你 这会儿张钗害怕了 悄悄说了一句 不敢说 王之财让身边人退下 张钗交代说 他是冀州人 父亲去世之后 生活无着落 有一天 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太监 对他承诺说 给我办件事 事成之后 给你几亩地重 他相信了 那个太监骑着马 他跟着马屁股后头 就来到了京城 来到了一座大宅院 又有一位太监 给他饭吃 又给他一个早步棍 说 我带你到一个地方 到那你建一个 打杀一个 最后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他们就来到了 这个慈庆宫前 闯入太子东宫 奔太子下榻之处而去 结果被一群太监 把他围住 把他擒获了 通过张钗的交代 王之才明白了 这个壮汉的背后的执事者 是宫中的太监 这位张钗是在宫中太监的收买之后 才闯宫刺杀太子的 得到这份口供之后 这王之才就给皇上上书 提醒皇上说 太子的这个处境很危险 皇帝您在深宫中 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就请求皇上 加强对太子的保卫工作 可是皇上接到这个上书之后 不予理睬 压住不转发 也不散发 就想不了了之 第二天 刑部又是让张问答 他再次提示了张钗 这次张钗交代说 承诺给他几亩地 种的那个太监叫庞宝 给他饭吃 又给他棍子 那个太监叫刘成 庞宝和刘成 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亲太监 这个口供传出之后 舆论华人 把怀疑的目光指向了郑贵妃 就怀疑郑贵妃是这场停机案的幕后指使者 面对舆论的压力 郑贵妃感到委屈 就来到皇帝面前哭诉 万里皇帝就建议说 你到皇长子那儿求情啊 郑贵妃就来到了皇长子面前求情 皇太子身心善良 总想稀释宁人 这事不想扩大 希望迅速地结案 就请求父皇 当着众位大臣的面 成情是非 尽快结案 第二天 这个万里皇帝啊 就在慈庆殿召集文武大臣 当着众位大臣的面说 最近呢 有个疯天之人 闯东伤人了 可是朝廷另外有人造谣 你们都有父亲和儿子 是吧 我呢 很爱我的太子 我的太子也很孝顺我 所以此事呀 不许再提了 我刚才看到了 这个刑部对这个张差的处理意见 有这样吗 张差 庞宝 刘成 这三个案犯 凌迟处死 其他人不要养 那么万里皇帝 以无可争议的口气 为这个停机案 定了调子 所以5月29日 这个张差 被凌迟处死了 5月30日 太子 就觉得这件事情 有点不太对头啊 他就来到了 前清宫 见父皇说 张差 既然是 精神不正常 那么他的口供 怎么能成为 依据 判 庞宝 和流程 这正是皇帝求之不得的 马上把太子的意见 转给内阁 并责称内阁 对庞宝流程 重新进行会审 既然张差已经死 庞宝流程 失口否认 与此案的关系 会审人员无奈了 这时候 宫中传来太子的御旨 就案仇家诬陷 以这个理由 从宽处理 庞宝流程 会审人员只好照办 是这样 庞宝流程 与此案无关 那么庞宝流程 是郑贵妃 宫中的亲信太监 那么郑贵妃 也与此案脱离了关系 可是这个主管此案的 刑部幼氏郎 张问达不甘心 他上书表示异议 万里皇帝 为了把节外生枝 受益亲信太监 将这个庞宝流程 秘密处死于狱中 而毁尸灭绩 这显然是杀人灭口 表明当事者的心虚 和欲改密章 从出身卑微到步入皇宫 再到其万千宠爱于一身 几十年来 郑贵妃过惯了风光无限的美好生活 然而眼看着宠爱自己的君王 一天天老去 万一到了那一天 自己所有的娇宠与荣华 所有的尊严与荣耀 都将一去不复返 而能够隐藏内心深处 那份失落与无助的 只有儿子福王登基当上皇帝 他是多么的渴望 这个梦想能够承认 对于郑贵妃的这点心思 满朝文武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而通过这一轮轮审讯 大家更加确定 万历朝停机大案的幕后知识 极有可能就是郑贵妃 而庞宝 刘成 包括张差 都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罢了 然而关于这一点 傅晓凡老师却并不这么认为 那么对于万历停机大案 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认为 说这亭监背后的主使者 不太可能是郑贵妃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壮汉 手提跟木棍 只身一人闯入太子宫行刺 这哪里像一个蓄谋已久的谋杀案 更像是一时兴起的威胁和恐吓 已发泄对太子的不满 这种第一智商的犯罪 背后主使者 怎么可能会是郑贵妃 郑贵妃难道脑子里进水 那不成 如果郑贵妃是如此愚蠢的女人 万历皇帝 怎么可能38年对她不离不弃呢 那么这个亭监背后的主使者 究竟是谁呢 我分析啊 如果不是郑贵妃那愚蠢的亲亲 那就一定是庞宝刘成这两个奴才 为了讨好主子的自作主张了 不过这样一来 郑贵妃还是脱不了干系 为什么 因为庞宝刘成是他的亲信太监 他有管理下属不言之责 甚至有放纵属下 伤人之险 再说 皇太子 一旦有个三长两短 他正规非是直接受益者 这也正是万历皇帝 为什么竭力掩盖此案真相的原因 好了 大明王朝还有什么疑安呢 我们以后再说